歡迎回來 最近天氣真的好熱 加上又是暑假 為了搶親子相機 兒童新樂園就推出了新的玩水設施 讓小朋友是玩得不亦樂乎 另外也有幼樂園的門票 祭出超殺的優惠 除了有銅板架 甚至還有機會可以免費來入園 夏天好好玩 誰樂園裡嗨到爆炸 誰槍品罐都是武器 不分你我 瘋狂掃射 大朋友小朋友玩到精神尖叫 暑假忘記到水槍大戰也正式開打 小朋友夏天到要玩什麼 玩水 整個遊樂園裡面最熱門的就是這一個 因為它會360度噴水 讓你從頭到腳都清涼一下 沒帶勇氣 挖鏡會怕 最好玩的就是倒桶 然後還拿那個可以射水的就它 它拿 射我們 盯著36度高溫 環狀水珠一噴 保你從頭到腳都濕透 還有小朋友乾脆整個人浸泡在水池裡降溫 但要來點刺激的 這個水鋪絕對瞬間消暑 不會有說最接近的就是我頭頂上這點 因為它只要裝滿水就會整桶給你樹下來 底下還有一堆小朋友會對你展開攻擊 小朋友顧著玩水 大人忙著捕捉畫面 一旁可愛胖胖龍 穿梭在地面上 還有卡通甜甜圈 亦有人靠近出其不意噴出水柱 甚至還打造水上實驗室 要小朋友動動腦筋 讓漂浮球移動 最好遛小孩的地方嗎 應該就是遊樂場吧 可以放他們去玩 然後父母可以坐在旁邊休息這樣 玩水的話就游泳池那種的 搶公暑假忘記遊樂園不只推水上設施 票價優惠也差很大 立保當月壽星入園只要同板價 而六福村和堅壺山除了給票價優惠之外 還打出19歲以下免費暢玩 兒童新樂園則是每週開放一天 台北小孩免費玩 設施增加之後 每天增加了約有694人 來體驗我們這個小小水樂園 酷熱天氣裡清涼一下 成了家長們帶小孩放電 消暑降溫的好去處